另外我要跟大家报告 自从台糖 那么我们验出台糖的梅花肉片 验出瘦肉精之后呢 这是我第一次讲话 那我之前为什么都一直没有发表谈话 因为食安检验是一个专业的问题 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是人民食安的大事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证据到哪里就公布到哪里 所以长期以来 我想不管是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 有关于食安的检验和公布 都是充分的授权 食安的相关人员来进行 但是我看到这次台中市的食安人员 公布了有关于台糖梅花肉片 检验出瘦肉精以后 我们的食安人员被苛责 被打压 甚至有人要告他们 我非常的不以为人 所以我不得不说几句话 政府食安单位的成立 不管是在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 大家都会成立食安单位 尤其包括地方政府 大概直辖市都是一级处 表示对于食安的重视 成立食安单位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人民 而不是保护厂商 那么因此有人责问 台中市政府检验出来以后 为什么要公布 为什么要公布的这么快 而不让厂商有身负的机会 以后再公布 对于这样的指责 以厂商的利益为主 而不考虑到人民的权益 我感到瞠目结舌 请问有问题的检验出来 不再低时间警示人民 避免更多的人吃下肚 还是我们要牺牲人民的健康 让民众继续吃 把它吃完 然后等厂商慢慢的升负 我们再公布呢 到底是人民重要 还是厂商的利益重要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要呼吁 我们一定要站在人民的这边 支持公务人员执行食安的公权力 我们要好 政府应该要站在公正监督的高度 不要介入 尤其对于人民的食品安全 宁言物松 宁快物慢 要展现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重视食安最强力的态度跟立场 以增强人民对于政府执行食安的信心 这段时间 我对于我们食安处的人员 他们的表现 表示肯定跟支持 他们辛苦了 他们做得很好 因为他们以保护人民的食安为他们的职责 辛苦了 非常的感谢 当然我也看到这段时间 很多的人民 很多的民众 表示对我们这次检验 那展现出来的成果 那对于食安处的同仁 纷纷给予加油打气 社会上还是人民是有公义正义的声音 代表台中市政府跟卫生局跟食安处的同仁 一并表示致谢